李P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加快了疫苗的人體實驗 那昨天中國也丟了一個新聞 說成威團隊他們開發的疫苗 也開始進入這個人體實驗 你怎麼觀察現在疫苗跟藥物的進度 疫苗對我們未來疫情的發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至少大家都在拚疫苗 包括台灣啊 台灣其實我們的疫苗廠 已經老早跟國外合作 跟美國合作 我們現在有一種蛋白的疫苗 就是那個S蛋白的疫苗 正在想說要不要再進一步再研發 那疫苗的發展就是要一段時間 它要經過安全性試驗這些東西 大家都在搶第一 我預測就是大陸會搶第一 因為在2009年H1N1它就是第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管控沒有人家那麼嚴 它就是有一個fast track 哎呀這個東西很重要就就是一面做一面 一面就給你盒子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就很快就做出來了 那這個這樣很快做的話當然就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對這個疫苗來講其實它有一點點理論上的顧慮 因為以前在SARS時代大家就有想要做疫苗冠狀病毒嘛 當然MERS的時候又有人想要做疫苗 那有人發現這個冠狀病毒的疫苗在打入動物以後 然後再給他故意用SARS或MERS病毒給他感染 的確是有保護力 沒錯 但是他的肺部出現一些過敏性的免疫變化 所以就是有一點點安全上的疑慮啦 那不過我覺得說他還是有可能成功 因為畢竟自然的冠狀病毒感染很顯然 他就可以發揮免疫的保護 所以你小時候一天到晚感冒 長大就沒有感冒啦 小時候一天到晚被爸爸媽媽罵說 你怎麼會感冒 尤哥是沒穿衣服 其實這個是冤屈 因為你小時候得到冠狀病毒以後 你長大就不會得到 越長大的時候你的感冒就很少 那這一支不是特別毒嗎 這支其實是因為大家對他都沒有免疫力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特別毒 那事實上呢 他的毒力可能就是比SARS要輕一點 他最主要的就是 因為他是一種那個 輕症特別多很容易傳播的疾病 到目前為止還有一個醫學三沒有解釋的謎 我們不太了解的東西 為什麼兒童病例特別少 說不定就是這樣子 說不定這個冠狀病毒的特點就是 兒童好像比較輕微 他就是體質上有一些東西 我曾經寫了一個論文 你臨床上真的發現兒童這一個感染冠狀病毒的案例 或者症狀比較輕微嗎 台灣就是很乾淨啊 我們沒有經驗啊 我們的經驗來自於全世界各國對冠狀病毒感染的 包括大陸 他們的那個兒童病例就比較少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 我們的普通的冠狀病毒就是感冒的原因 兒童都會得到 可是他們就是很輕 沒有症狀很多 所以就不以為意 可是他到了長大以後就有免疫力了 他也不會再去得到第二次冠狀病毒的感染 他應該是終身免疫的 所以我們都不覺得這個冠狀病毒引起的感冒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問題是現在是一個新的冠狀病毒出來 兒童比較輕 成年比較重的這件事情就被凸顯出來啦 就變成很多重症 尤其老人家 他以前根本不可能會得到冠狀病毒嘛 可是這個新的冠狀病毒讓老人家讓有潛在疾病的人都得到了 凸顯出說冠狀病毒好像很厲害 那所以我在想說以這個過去的經驗來看冠狀病毒的 那個免疫力還是可靠的 他是有保護性的 所以對疫苗來講 雖然他有一點點理論上安全上的顧慮 你必須要去釐清他 但是他很可能會成功 那至於藥物的話 我們現在有很多後遣的藥物 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臨床試驗 包括大家才能提到的瑞德西佛 那這個東西可能比較快會有結果 因為他不需要說什麼疫苗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他只要有一個對照組一個實驗組 然後發現說他安全上是沒有問題的 他是有效的就可以大規模應用 他至少可以減輕我們這疾病所造成的傷亡 但是他的功效 畢竟會不如疫苗有效 像我們那個2009年H1N1的時候 我們也是積極治療啊 可是我們有看流感的藥物嘛 客流感 結果我們的那個病率數越來越多啊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325停課規定 結果前台灣停課的班級 最後到了一千多班 那些班級的學生不知道去哪裡 可能都在打電動吧 所以我們的那個治療藥物可以減少傷亡 的確那一年的死亡 流感死亡率是不會很高 但是疫情沒有辦法控制 他還是一直傳 所以到了那個好像11月中嘛 我們那個國光疫苗出來以後 那時候馬上疫情就下降了 國光疫苗是H1N1的疫苗是不是 H1N1 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國光推出來的 那時候我們也有那個 10%左右的疫苗是進口的 那九成都是我們自己做的疫苗 那那個時候沒有即時做出疫苗的話 你可以估計說那一年 我們的流感死亡人數至少翻倍 因為你看到流行曲線就知道嘛 你再怎麼停課325停課規定 那個疫情一直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死亡人數也一直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好那李P我請教你 這一次也因為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它沒有疫苗 使得現在社會大眾有一個感覺 有疫苗的病毒的疫苗真珍貴 對啊 就是說它至少幫助你有了一個可能的抗體 對啊 當你失去的時候你才會珍惜它 這個蠻有哲理的話 當你沒有的時候你才會覺得珍惜它 真的是我們要珍惜我們已經有的資源 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疫苗可以預防很多疾病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很激烈去反對他的疫苗的使用 有的時候他甚至會牽扯到陰謀論說什麼 你圖利產生啊所以說推廣疫苗 那我本身是台灣台灣疫苗推動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做這個工作就是很久了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繼續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對我們一般民眾的認知很重要 你看我們現在最近像那個HPV 以前俗稱子宮頸癌的那個疫苗 它在國外面臨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它反疫苗團體一直在攻擊它 攻它什麼 攻擊它就是它把那些 可能是沒有因果關係的案例把它拿出來 還有那個日本痛痛女孩的案例把它拿出來 事實上日本那個痛痛女孩根本就是暈針而已啊 很多什麼打了疫苗以後發現猝死 那是因為有腫瘤什麼猝死跟疫苗無關 所以很多就是會反疫苗 包括2009年H1N1流感他還反疫苗 麻疹疫苗也反了很多次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為什麼日本歐美國家都在流行麻疹 因為他們有一段時間因為疫苗疑率 所以不打疫苗麻疹疫苗就不打了 台灣呢台灣就相對比較好 雖然我們還是有一些反疫苗的一個聲音 但是我們持續的去推管這個觀念 我覺得我們還是做了很多那個必要的貢獻 因為這樣子大家至少對兒童疫苗來講 家長都認同疫苗 很少會去質疑疫苗的有效性跟安全性 所以大家都在稍麻疹 但是我們一直都是沒有流行起來 因為我們有非常高的疫苗接種率 這個是對我們的兒童健康非常重要的事情 現在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也再度反映出 疫苗是亦反疾病或者是阻絕疾病最重要的工具 好那這一次也因為疫苗的這個應該說疫情的發展 以及疫情的某一些症狀它跟流感有一點點類似 然後它又有一個名字叫做肺炎 所以這一次流感疫苗突然爆增很多人去打 再來肺炎煉球菌疫苗就是同樣有肺炎兩個字 它可能是煉球菌它是菌不是病毒的疫苗 可是也因此知名度大漲然後很多人去打 就是說有了武漢肺炎它意外的刺激 流感疫苗的需求跟肺炎煉球菌疫苗的需求 這是好事啊 因為流感跟肺炎每個人都有可能得到 那個是肺炎煉球菌疫苗 雖然它是在老人家跟小小孩比較多 但是即使是年輕像你一樣的都有可能會得到 雖然它機會是很低的 就好像說你買車子應該要買全選啦 你不要買這個部分的保險 對你的健康會更有保障 然後對面對新冠病毒打這兩個疫苗有沒有效呢 當然不太有效啦 就你的疫苗不可能會 流感疫苗不可能會預防新冠病毒感染 但是可能會有一點點減少矽菌病發症的作用 因為我們知道說病毒感染很厲害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併發激發性的矽菌感染 一開始是新冠病毒攻進去破壞你的肺戰 然後我們鼻咽部本來就會有的那個肺炎煉球菌 就趁機作怪發展成矽菌性肺炎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目前的資料看起來它是有一部分 那大陸的資料是差不多5%的那個新冠病毒 中症病房它是有併發矽菌感染 它是可以預防那一部分 不過我想很重要的另外一點是 你打了這個流感疫苗跟肺炎內囚禁疫苗以後 你就比較少有機會會得到肺炎 或者是你比較少會發燒 你現在一發燒在風聲鶴唳的時候 有的時候可能就被關起來 做一個鼻咽採檢就是新冠病毒 你如果打這個流感疫苗的話 你不會得到流感 你不會發燒 你就比較不會被造成困擾 防疫上面的困擾 你說你有可能是疑似病患 因為現在一有發燒 很多建築物都不能 現在一有咳嗽就所有人 豐碩了惡力 建築物就不能進來 我就沒有辦法坐在這邊 發燒的人不能坐這邊 因為你們都有發燒篩檢 你就不能去上課 會造成很多困擾 李毕你怎麼觀察 中國拼復工會不會拼出 另外一波的高峰 中國的數據常常會有 一個低爆的現象 大家都知道 那我覺得說 他在一個嚴格的封城那些措施以後 有很多省 馬上一個禮拜之內 他確診病率數變成零 這個是不可相信的事情 你對照看看歐洲那些情形 他就沒有那麼容易做到 所以我相信那個他們那邊 可能經過這麼嚴格的防疫以後 他病率數有減少 但是不會是零 當你還有病率數的時候 你復工有可能會爆發第二次的大流行 那我覺得說 我們還可以去參考普丁跟金正恩的態度吧 他們這兩個都還沒有對他解除邊境封守 表示說還是有危險性 所以普丁如果沒有解除邊境的話 表示中國的疫情還沒有改善 對 就有問題 因為他們是好兄弟